那现在有一些人讲什么教,什么教,很多种派典,对不对? 那很多种道,有九十六种道哦 只有佛道是最圆满的,它可以平等成佛的 它不是只是到天界,升天堂而已 天堂还是会再轮回地狱、恶鬼、畜生、人道,这样跑来跑去的 它没有办法远离轮回 那么只有佛道它是平等可以成佛的 当然我们理论上说,通通没有分别 我们没有分别是说,他们通通有佛性 他们现在的因缘是在那个道里面 可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们那个道是最圆满的 佛说只有佛道是最圆满 我们还是要跟它结善缘 等待因缘,度它来学佛,来发菩提心 那你在这个时候跟它分割啊,说你是你,互相攻击 你怎么度它,你就没办法度它 所以我们是善巧方便 说好好好,你这样也好也好 其实它是不够圆满的,这样听懂吗? 一般人说,啊,什么都好啦,没有分别啦 它那个是一种,一种基础啦 你要说,对,反正有读书都好 可是你读的是国中,高中 可是佛法是到博士帮的 你不能磨灭说,啊,你那个读到高中不好 它也是有它的信表,说要行善啊,什么 它也是一种基础,可是还没有最圆满 所以我们,我们明白,你还没有能力度化它们的时候 就是互相尊重,尊重 可是你不能向它学习,要远离外道、写法 那这个二知识,写法及二知识,我们要远离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那个定力啊,没有那个能力抵御的时候 分辨的时候啊,你最好不要靠近 应当清静修行,应当清静来修什么呢? 修布施、慈戒、忍入精进、禅定、智慧俱足 行大乘者而为伴侣 要清静,都有在修这些 有在修布施、有在修慈戒、忍入精进禅定 智慧俱足的大乘的行者而为伴侣 要这样清静,你才有办法继续你的菩萨道 所以我们要看懂啊,有修足这样的大乘你应该更恭敬 更不能轻慢,来英语自身耶,听闻正法 要精进来宋持,应该要安住在六种菩萨蜜多里面 来精进修行,降伏我们自己的心 降伏我们自己的这种心意 心意呢,就是有布施的心,有要持戒的心 要忍入的心,来摄护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将来精进 所以由于这样做呢,不势力能够快速震到无上正等不提 怎么样赶快成佛?就是这样做 这样知道答案吗? 除了这样做,你要远离二知识 远离邪道、外道、邪法 不是大乘的你,就是你不要走错地方啊 不要恭为错了啦 这样名叫菩萨摩格萨,有去落实哦 落实,精进修行,降伏我们自己的心 就是降伏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了解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才是修行 那要不要修,大家要不要修 要修就是要改,对不对? 改我们的个性 我们原来的粗躁 那种莽撞、粗犷、讲话 不营牙、态度、粗躁、不维系 那个都是要改掉 改细致一点啊,柔软一点 就是要改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快速来正到无上正等部体 因为你改,改啊 改柔软,然后要度众生 才度得了 那度众生有很大的功德 要福报、慈悲、也具足 你才能成佛的 你光有智慧,做不到众生 度不到众生的 会很难成佛 我们说未成佛道先解人缘 人缘很重要 所以人缘呢,要度众生 有四个方法 第一个,布施 利他爱于同事 这是我们的生命 在最后一刻呢,都还想到要利益众生 那么你就会上品上升 就会超生 你想到自己也不一定会到极乐世界 有时候不一定 就看你的业障 功德、福报 你放下的 的内容 多少 那么什么叫做六种波罗蜜多呢? 这六种叫做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智慧 是为六种波罗蜜多 那为什么何故先说谈波罗蜜呢? 这个谈就是布施 布施波罗蜜 为什么这六种 为什么会先说布施呢? 这是佛有原因的 师父要是没有把这一面讲出来 大家会觉得,师父一直讲布施 师父要我们的钱啊? 一直要讲布施 这个师父有点问题喔 以前师父是不用这个印这个给大家看 师父就这样一直讲讲讲 可是后来我发现 大家好像看到这个比较不会误会师父啊 所以我就把这个印给大家看 其实布施是最简单的 你不要怀疑我 佛是要我们好 大家是不是想要有钱? 是不是? 佛说有钱就要布施啊 你要有钱就要布施 你想要钱你就要布施钱 你想要饮食你就要布施饮食 这是这种原理 种瓜得瓜啦 那你要有钱又不布施 是没这个道理啊 你想吃大米 你一直种小麦 你吃个大米吗? 是不是? 那你这个米不继续种 你就是吃完就没了 福报用完就没了 所以布施是让自己富贵的啦 来我们来看为什么先讲布施 佛告诉慈士尼勒菩萨说 我今未如广分别说 其布施者于六度中最易休息 就是在六度不容易是最容易的 最简单的 所以先讲 就像一年级最简单的就先上 对不对 先上一年级的课 事故先说 所以先说布施咯 譬如世间诸所作事 若亦作者先当作者 就容易的就先做 事故先说布施 布罗蜜多 先讲布施 就是一切有情 无有不能行布施者 就说一切 有些人说 哎呀我没有办法布施 佛就讲 不可能 一切有情众生 都有 都可以做布施 怎么说 他说 就像这个药叉 这个恶鬼啊 罗叉 这很凶的鬼啊 鬼论贫穷的 这么贫穷这么凶的鬼 还有像动物 狮子虎狼 还有 狱子虎狐狐狗 徒儿 窺快 就是那种在做 徒儿就是在杀 杀猪啦 杀生的啦 这样的众生 于有情中极为暴恶 很凶的 尚能离间瘫而行布施 都能过来有布施的这种行为 他布施什么 云和布施 他所谓他养育他的孩子 他都有慈悲的一面 养育他的孩子 慈念哺乳 虽然他不知道福利的事情 然此众生 虽不能知福利之事 因为他以怜爱 怜爱他的孩子的缘故 要令他的孩子得到力气 色 色就是他的气色 他的力气 他的寿命 还要令他的孩子安乐 你看那么凶的 狮子他还是会喂他的孩子 万物都有他慈悲的一面 一切的众生 就是再坏的 我们讲坏人杀人的 他的杀人可能都是为了要养他的孩子 才去杀人的 所以佛有讲 我们的父母造的恶业 都是为了要养育我们 造了很多的恶业 所以我们要超度我们的领事父母 我们要感到很惭愧 因为我们的存在 让他们造了很多的恶 我们要去超见他们 这是在另外一部经里面 那么他要这些凶暴的 暴恶的众生 他要让他的孩子得到寿命安乐 离击可苦 你看那个 像那个小鸟 赶快去找吃的 来给他的 他的幼儿吃 这么小的他都知道 离击可苦 这样也叫布施 布施 当然他的布施是很小的范围 布施给他的家人 那这些众生他不知道 这个叫做布施 其实佛讲说 这个也是他的布施 以事一故 以六度波罗蜜 先说谈波罗蜜 先说布施波罗蜜 又如一切贫穷的友情 饥寒 陋路 身心不安 何能造作种种事业呢 佛有讲说 这些这么穷的 自己没得吃没得穿 身心都没有怕安定 怎么做这些布施呢 若与衣食 令得安乐 若给他衣食 让他安乐 然后能够修种种的事业 菩萨摩赫萨 亦富如是 就是我们对于穷的 我们还是给他衣食 让他安乐 然后就可以做修行的事业了 利他的事业了 所以我们就先 先礼利勾迁啊 就是给他利益 就是一种布施 给他缺什么 我们就给他什么 先施一切衣服 饮食 防射 卧具 医药 令心安乐 令他解决 生活上的 所需 然后 令他发 无上正本 决心 所以光是救济 是不行的 还要令他来学佛 发 无上不理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是两者都做 是 就是说 这个人他现在缺什么 我们给他什么 然后托他来学佛 这样是最 最圆满的 那么我们要给一切众生 这些东西 是不是我们要布施 对不对 不然这些医物 医药 要利他的东西 从哪里来 就是要给你修福报的 这个时候就是 你要修布施的时候 你的钱愿意拿出来 去做利他 所以我们看到 一般的慈善 救济 他没有佛法在里面 只有一个慈悲 善心在里面 没有阿尿多罗 三秒三 不提心的 这种智慧 劝发 在里面 他是 只是 救济而已 他的功德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他不是 内心存有一种 打乘的精神的 这种作用在的 他只有布施 他没有智慧 没有成佛的智慧 可以教导对方的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是 令他来发 无上正等决心 修行大乘 种种事业 以事意故 以将的缘故 六度彼岸 就是这六度 布施为门 布施就是一个门 让他入门的 我们要做布施 就让对方 入门 能够进来 布施是一个方法 为他开这个门 我们布施就是为众生开门就对了 布施给他 四色之行 而为其手 四色 四色是什么 四种色受众生 不众生的方法 四种不众生的方法 四色法的第一个叫做布施 四色法为手 布施 所以我们大杯作祟 就是布施 没关系 拿回去用布施 而且他很好用 那我们所有的持咒 也是要利他的 对不对 也是要布施的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 功德三变化 转变会那么快 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杯咒水 一直在做利他的布施 并且里面会让你 一直持大杯咒 回消自己的业 传自己的音缘 四色法 布施为首 再来是利他 布施利他 利他 利他人 爱瑜 讲柔软瑜 所以以后练习 讲话口气要柔软一点 不要那么凶 那么硬邦邦 讲话声音不要那么重 心平气和 讲话重可能很生气才会重 为什么那么气呢 所以要是变成一种习气 那就很恐怖了 习气就是 你很自然就会变那么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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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